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由药财财经台为您直播的股市直击 我是曾珍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药财证券事务总监郭思智 郭老师为大家分析大盘的走势 郭老师您好 您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截至到今天收盘为止A股的情况 今天A股是出现了很大的跌幅 户指最后报的是3116.35点跌了260.14点 而深层指报的是10770.93点跌了有761.87点 港股方面目前为止恒生指数还有国企指数也是下跌的 我们来看一下A股方面 其实就是因为中国证监会在上周五的时候 也就是1月16号的时候 就是公布有一些券商方面的融资融券罚单出炉 而且还有一些委托贷款政策的规范 那今天户指是跌了近7.7% 也是创下了2008年6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那金融板块暴跌加上就是两市超过百只的个股停涨 那各市跌停 那您认为这个时候是抄底的时机吗 最后还是看一看 不要太快去浴室 其实来说股市的上升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正常的消化跟回吐的 这个从过去很多年我们都看过不少的了 可是这一次内地股市的下调 我觉得不是一般的技术上的调整 因为中正江现在这一次的那个出市是想把那个股市稍微缸一缸温 其实来说从过去一点时间就看到了 内地的资金的确是很充裕 而且日式的资金也比较多 所以变成来说整个股市都一直在往向挑战高位的 其实我们看看G3的走势已经看到了 去年10月27号当期时 那个上升指数是2280点 经过这个不断的上升 其实来说到这个月9号的高位3404点 已经上升了1124点 等于已经上升了差不多接近50%了 在这个不断上升当中当然资金是很重要 可是更重要就是一些内地的赚商 它在融资方面的确是放的比较大比较快 这变成恐怕还有一点回馈的 那么政府方面当然不希望股市 国业到最后变成一个充满投机的那个市场 所以这次的出市只想把那个比较悦的那个细分 稍微把它压下去 好了问题就在这边 要是出市已经出来了 股市还是在往上去 它一定会有更大的出市再出台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内地的股市 内地的房流市跟那个经济 一般来说都是要看政策的 政策要放的时候 大家当然是不断的往前走 要是政策稍微收一下的话 那大家就要乖一点了 不要乱来了 当然很多内地的那个赚三股 保险股 那个还有银行股 已经过去已经上升了不少了 就是一直没有那个回吐的那个理由 现在这一分钟有了 低价买的 恐怕它会比较觉得短期之内 恐怕那个股市还会比较反复 所以大部分的都 我想应该就轻轻的回吐一下 高追的就没办法了 尤其是在高位融资的 那就麻烦了 当然了 所谓融资就是说 我拿50万出来 然后我买70万到80万的股票 那买大的那个20到30万 当然是贷款了 贷款就给利息的 就是有一部分的融资 恐怕还是回馈的 所以这一分钟最重要就是 一部分融资回馈的 它要把那个贷款还出来 不能还的就只有卖股票 所以我想 未来一段时间 A股还会稍微反复一点点的 所以大家 还是不要太快冒进去 那A股今天这个是大跌 那港股方面也是有牵连的 那其实呢最近这个 整个外围的股市都不是很好啊 多国的经济也是遭遇多事之秋 也是港股受压 比如说这个瑞朗脱离欧罗 还有本周呢将要公布的中国GDP 以及欧洲央行探讨量化宽松等等的事件啊 那也是马上要出炉了 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港股的走势呢 其实环球这一分钟那个 避险的心态是很重要啊 还有再看一看 找一个阶段那个俄罗斯的货币不是 跌到50个%吗 像这些碎石发廊 特别人之间啊 大幅度的升值 其实来说也不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 毕竟 事实上大部分人还是看得比较淡的 可是特别人之间来一招 这个大幅度的升值的话 其实来说 站错边的一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其实有不少对冲资金 真的要倒闭的 另外欧洲也好 内地的也好 公布相关的GDP 当然有一定的显示 譬如来说经济走的比较慢的 像欧洲那一方面 为了避免一些那个债务 会出现一个问题 它会加大那个量发 放松货币的政策 这个市场一早已经预期的了 所以解释得到为什么德国的股市 早几天曾经到1018点流上 至于内地的GDP 说真的大家都知道 也不会有什么惊奇的了 所以变成来说 对股市的影响 我还是觉得很轻微 一般来说 估计就是GDP 就是因为表现比较差 所以中央政府是会有政策出台 去刺激那个经济的 可是这一分钟就是因为 股市占的太快 走的太快 所以才会有一些 出师出来 稍微把它降温 所以变成来说 我想相关那个GDP的数据出来 对股市的影响 暂时来说应该不会太大 反而我们比较关锯的就是 过去一点时间 融资的问题要是比较大的话 现在就一点一点去解决 所以对股市来说 我想还是要看看 未来这几天那个释放是怎么样 那也是另外呢 像是房地产方面的最近负面新闻也不断 内房股呢今天也是继续下跌了 那万科企业呢也是跌了7%左右 是跌幅最大的内房股 您怎么看这个内房股方面呢 其实大家看看新闻已经知道内地的房价 还是要轻轻的下调的 对整个内房的板块 当然一块钱的那个资产 股价只有三毛钱 其实要跌也跌不到哪边去 可是一部分像688中国海外 像万科2202还有1109 火热之地要是这些主要的内房股 在过去一点时间股价走得太快 赚得比较明显的话 这一分钟当然会成为一个回吐的对象 目前看起来内房股整个板块 大的信号还是没到的 我反而关注就是内地不少城市 它的房价都有轻轻的下调那个情况 不妨到目前为止这个趋势暂时还是没停下来的 好 谢谢郭老师用我们做出的分析 请问以上相关资产以及股票 您自己有没有持有呢 我持有一点点内房股的 好 谢谢郭老师 也谢谢各位股民朋友们 观看我们这一集的股市直击 请留意其他节目